三国演绎连环画中 对人物的造型处理是相当用心的 不能不对老一辈艺术家认真负责的态度 给予由衷的敬佩 在连环画中 我们通常看到的头盔是这样的 像曹人这样 是最标准的造型 有东眸、护甲和窥婴 额头上还有块装饰玉 如赵云、黄忠、魏妍等绝大多数将领 都是戴着这种头盔上阵厮杀 我们注意到 也有一些特殊的另类 与众不同 造型比较稀奇 比如马超和于静 马超的战盔是这样的 马超的头盔仿佛一只狮子张开大口 包住了面颊 盔顶是哥特式风格 下巴上还平抹着一根带子 这个造型确实比较罕见 与中原武士大不相同 我们知道 马超的父亲马腾是西凉人士 母亲是枪人 马腾是个混血儿 也就是说 马超的血液中流淌着一族的基因 也有人说 马超手下那帮骑兵军团的人员 都是汉朝后期从西方罗马帝国 跑到亚洲的罗马人后裔 从他们的饮食习惯 风俗和战斗风格来看 与古罗马兵团非常相似 基于这样的原因 艺术家们在给马超确定造型的时候 就加入了一些古代欧洲的元素 可见老一辈艺术家们在创作这部三国演艺连环画时 是多么的用心 咱们再看一下于晋的战窥 也是很有意思的 在于晋的窥顶上蹲着一只小老虎 感觉上萌萌的 仿佛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儿童们 头上戴的那个老虎帽子 大家都知道 于晋虽踩身于曹魏五子梁将之列 但他实际上武艺并不高强 魏北之战 被马超八九个回合 就打得被把马而逃 刘备借兵就徐州 与张飞冲阵 遥望围城曹军阵略森严 刘备感叹 曹军兵马如此雄壮 张飞逼逆道 以无官之 如土鸡瓦狗儿 刘备咬指 挥盖之下 虎亏金甲者 乃曹军大将于晋也 张飞侧目 以无官之 如麦蒙卑鄙也 话音未落 挺毛直奔于晋而去 战不属何 打得于晋鼠窜而逃 所以说 于晋这个造型 也表现了他外强中干的本质 其实 除了马超和于晋 还有一个将领 也是受亏造型 大家不太熟悉 他就是韩副手下的将领耿武 大家看一下 耿武是韩副的不将 袁绍谋取一周时 耿武和官纯与刑刺袁绍 被炎梁所杀 他的头盔也是兽型的 感觉和于晋的很相似 也是萌萌的 三国人物的头盔和帽巾 有很多种类型 除了正常战盔和兽型盔之外 还有以下一些分类 一 深色的包巾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张飞 徐黄 灵童等人 二 浅色包巾 比较有代表性的如 关羽 将为 关平等 三 罐形上阵时 不带头盔 只有一个如文式的罐 有吕布 文秧 刘峰 和诸葛上等 四 大颜良貌形 这种良貌造型的武将 有乐金 邓矮 高顺等 五 多良形盔顶战盔上 是个多良的方块 但这种头盔的有点为 曹洪 郭怀等 总的来说 三国演艺中人物的穿着造型 都非常考究细致 认真地分析了个人的出身 性格和地位 应该为老一辈艺术家们的敬业态度点赞